《柯香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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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蠻驚喜的 因為就是從來沒有想過 我人生中會有機會 可以跟藝術家合作 然後又是國外的藝術家 所以就是覺得非常的榮幸 然後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跟老師視訊的時候有聊了一下我自己平常可能很喜歡的東西的方向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日常生活會關注的事情 有辦法具體說一下你會跟他分享的東西可以透露一下嗎 就例如他可能會問我說我喜歡什麼動物啊 就裡面有藏了像最明顯的就是那個五毛貓 然後跟恐龍還有我自己很喜歡櫻桃的圖案 跟可能宇宙啊之類的 2021年的新希望就是希望大家都很開心然後身體健康 然後疫情趕快過去 最近好像在日本的人氣蠻旺的齁 水真賣到還改版了 就是蠻受寵若驚的 因為自己其實還沒有真正在日本出過作品 所以其實也蠻意外說 沒想到網路的力量這麼大 對就是在網路上的影片就可以受到很多日本人粉絲的關注 就是也很謝謝他們 有沒有很多粉絲來跟你留言加油打氣要關心一下你的狀況之類的 還蠻多的 然後也很多人會私訊給我跟寫Email 然後寫給我經紀人都有 有沒有什麼粉絲的信 可能讓你特別印象深刻或感動 印象深刻 其實我覺得很多粉絲 會跟我分享他們自己的心情跟生活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因為我覺得 要把自己內心的事情跟另外一個人分享 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所以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沒想到還蠻多人會願意跟我分享 他們自己的私生活 對你來說現在的心情都會跟誰來分享 你說我自己嗎 對 其實我現在好像 不太會跟別人分享太多 太私密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粉絲還很關心你的身體狀況或是心情 因為現在目前就是心情上面算是還蠻平靜 但是今天算蠻雀躍的 就是沒有太大別的情緒這樣 嗯 那剛剛有說到就是畫裡面有一些你喜歡的東西啊 對 那左上角就是有一個外星人的一個那個 嗯嗯嗯嗯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啊 欸 其實真的 還好 因為 因為之前我本來就很常會看一些 可能跟外星人有關的 的影片 然後跟一些介紹講一些比較神秘的事情的 的YouTube 所以那個那個其實 就是本來就是我喜歡的事物之一 嗯 因為之前鬼哥也很喜歡畫圖嘛 那你現在也會自己畫一些東西 我真的 不會畫畫 哈哈哈哈 就是對我真的不太會 但是就是 是有在努力啊 就是現在有些完好的地方發展 欸 現在目前的心情上面就是覺得 把目前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後 把心思都放在 呃 努力工作上面啊 然後跟可能陪伴家人朋友上面 居多 就沒有去 太想太多 那今年工作上面的規劃有哪些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 呃 今年 有在 計畫要出第二本書 但是 就是 目前都還在 討論當中 嗯 之前鬼哥的好友都有分享 就是他到莫里的一些趣事啊 他有到你的莫里嗎 欸 其實有 但是就是 短短的 所以他真的像他們說的很忙 很忙 他很忙 他很多人要陪伴 哈哈 就是 就是 因為我有一些粉絲有跟我分享過 那 就是他們都有 夢到他啊 什麼的 所以我想 就是他其實之前也是很照顧粉絲的人 所以 可能他 就是家人朋友以外 他可能也會去找一些 他自己的 鐵粉 所以很多人都有 得到他的照顧 剛剛有說 有短暫夢到他 能透露一下內容大概是什麼 呃 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內容 沒有內容 就是短短的幾秒鐘 沒有內容 就是短短的幾秒鐘這樣 吃個飯啊 那麼 呃 就是他的家人的部分 可能就比較 不太方便 就是多聊些什麼